三坡用咖啡色 用咖啡色 咖啡色不夠 好,咖啡色 這個筆尖比較濃 咖啡色比較濃 那麼這個時候呢 筆尖再加末 筆尖再加末會變成這個樣子 筆尖加末 你看我按下去 你看這邊濃的那邊淡的 這樣子 好,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子 筆尖濃的朝上 筆尖濃的朝上 然後呢 就這樣子 跳過去 好,用咖啡來畫 來畫三坡 好,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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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 那这个就是一个山坡 但是有堆肥啊 还有堆肥啊 这个竹林的那个根部 它有堆肥 所以呢 你必须要 咖啡色呢 咖啡色 浓的咖啡色再加上浓的末 笔尖沾浓的末 怎么点呢 点三点 一点两点三点 点三点 那这个就有像山坡 那这个就有像山坡 山坡那些竹子还有堆肥 还有堆肥啊 好 最后要点 要点啊 因为山坡不会平平的啦 一定有一些什么 长一些杂草什么的 这样子 那这样子呢 就是基本上就 我这个地上多少都会掉一些干的叶子 对啊 那要怎么化呢 干的叶子 漂的叶子 干的叶子你不用化 不用化 漂叶子 对 就这个样子了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笋的 那个点 还要再不要忘记 好 那现在呢 呃 就是要大家 练习 画笋啦 今天哦 大家把笋拿出来 画笋 老师你上次不是叫我们今天要画小 画小鸡 呃 小鸡 因为下个礼拜有小鸡跟竹子嘛 我们再来加强 现在 现在把笋先画出来 笋你看起来简单